如何将零食藏进美容院 看到前面妹子的零食被拦下 小美看了看自己包包里的可乐 再看看检查大妈的一头卷发 立马来了一顿头脑风暴 将自己的头发变成了可乐卷 检票大妈看见小美和自己同款发型 想也没想到就让她进去了 这时翠花也来到了美容院 检票大妈反复强调这里不允许藏零食 正打算把翠花的零食没收 美容院的脱毛膏突然给了她灵感 等到翠花再次来到美容院时 手上就拿着两张脱毛膏 检票大妈十分欣慰 大家终于不偷偷带零食了 殊不知 小美这两张脱毛膏是糖果制成的 正在一口一个奶油的小帅 也想进美容院修理一下头发 看到不允许带零食 转头就为自己做了一个新发型 检票大妈看到这一幕都夸得去 实在是太帅了 等到理发师真想为她理发 万万没想到小帅这头发 竟然是奶油做的 看起来美味极了 美容结束后 大家来到了美妆小课堂 只见大美拿出了一个巨型眼影盘 随后拿着一个勺子吃了起来 这可把旁边的如花惊呆了 这时老师发现了异样 大美立马表示自己这是眼影盘 老师这才放下心 原来这个眼影盘 早就被狸猫换太子了 变成了一盘可食用的糖果 老师正在没收同学们的零食 不慌不忙的如花正在涂抹着口红 老师看到这一幕十分满意 但如花这口红可不是普通口红 这可是棉花糖制成的口红 金毛姐和马尾妹同时拿出了水杯 正打算泡一个咖啡盒 这时老师走了过来 金毛姐立马解释这是散粉 老师也真的相信了 等老师走后 两人简直不要太快乐 你们还有什么偷藏零食的小妙招吗 想看更多有趣又好玩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 下一期更精彩